你們在圍艇 你們知道嗎 幼兒園門口大批車輛聚集 一輛接著一輛盡視在圍堵家長 就怕民眾姿勢 警方趕緊驅離 把車移開 你們就圍艇了 先走啦 先開走 仔細看 聚眾的一步步轎車 竟然都是黑色阿法 數一數 總共進高達 10輛彷彿怎麼敢都趕不完 把車移開 把蛋移走 恐怖幼兒園堵人事件 就發生在台中西屯區 一名蔡信家長的小孩 在幼兒園玩耍時 抓上了王信家長的小孩 雙方大人在LINE群組裡 爆發爭執 向約幼兒園談判 蔡信夫其料了共10車13人 到場駐鎮 用高等阿法包圍幼兒園 但對方家長跟孩子 根本沒到場 警方人不敢大意出動 警網盤查驅離 依照雙方控訴 依刑法恐嚇罪 妨害民喻罪以及個資法 依送台中地檢署來偵判 也將該幼兒園列入不同專案 以為社會在走阿法要有 想用大批高等黑車 來幼兒園下馬威 不僅引發其他家長側目驚嚇 雙方還相互提告 這下談判不成 都被罰辦 記者王志文 黃玉蘭 台中報導